所以真正的物价 它实不实在很重要 那这两天我一直从上个礼拜 从开议来我一直在追导 就是有关于这个日元贬值 那日货有没有降价的问题 那当然日货有没有降价 其实跟你的CPI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那昨天我在谈到这个问题 的时候张胜禾部长说 要我们姐姐妹妹站起来 叫我们要自立思想 自立救济 要抵制日货 我们两个是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 我们两个现在都站起来了 都不是坐着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有用日系化妆品吗 以前用过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用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这个你还会再用吗 你还会再去买 再去买吗 不管它多贵 它怎么定价你还会去买吗 如果当你需要的时候 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你要去抵制它 是 那现在百货公司都在周年庆 都有很多的好康 那你会去参加那个周年庆 去买东西 买日货吗 日本电机用品啦 日本化妆品啦 日本的食物啊之类的 不会 不会 所以你在这边也宣示 你要跟进 因为昨天经济部长有呼应这个张部长 说要抵制日货 所以身为主计长 主管台湾的物价 那你也会在 你也在这边上宣示说 你也要抵制日货是不是 是 期盼合理降价 期盼可以降价 那如果不降价 你就不会买 是 所以我们姐姐妹妹站起来 是 这个对话很有意义啊 因为你不要说 政府束手无策 就叫我们老百姓去自利救济 叫我们姐姐妹妹自己站起来 结果呢 政府官员自己还在那边大买日货 也很重要啊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政府的采购里面 有没有采购很多的日货 价钱有什么的 也都要去了解 是 把他拼过来 好好爱 不再让他